非常不可,我是夏立民 現在很多在下班或下課之後呢 會打開電腦看圖文分享 或者是使用手機下載貼圖 因此我們認識了很多的插畫家 這些新時代的畫家呢 他們非常喜歡分享也善於觀察 再融入他們獨特的創意跟風格 就成為了我們很喜歡的插畫 今天在節目上呢 我們就邀請了三位插畫家 來分享他們的插畫人生 讓我們第一位邀請的是插畫家 不屑貓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不屑貓 第二位是Jubi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ubi 第三位是潘潘 大家好 我是潘潘 節目一開始呢 就先來認識這三位插畫家的風格 稍微介紹一下你們代表性的作品跟畫風 我們第一個要看到的是 不屑貓的作品 要不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通常是畫什麼樣的風格 是用什麼樣的角色 我大概就是不屑貓這個創作 大概都是用電腦繪圖的風格去創作 那那個主要呈現的那個風格 作品的風格都是比較 是比較勵志比較正向的 然後帶一點幽默 那角色方面都是比較可愛療癒型的這樣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上 這裡面最中間就跟你的名字一樣嘛 是不屑貓 所以這是最主要的角色 對 好 那這個不屑貓的由來 是因為你本身很喜歡貓嗎 其實還蠻多人會誤會我這個部分 對 其實你很討厭貓嗎 其實也沒有 因為其實以前是比較喜歡狗啦 OK OK 對 那不屑貓是因為當初 我在走這個品牌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想要跟 Hello Kitty或是Snooby一樣 然後我想要有一個代表的角色 來作為我的品牌 OK 所以我就以這個方向去想 然後那時候在思考要什麼樣的角色 來代表我的時候 突然在2000 就是翻以前的畫冊 然後發現在2001年的時候 有一隻貓一直出現 對 在你的身邊 就是在我的畫冊裡面的一小角 對 因為我以前都可能都畫 比較動漫的一些創作 然後我都很喜歡 在我右下角簽個名啊 然後再畫一隻小貓這樣 然後後來就發現那隻貓 竟然已經陪伴我了 十幾年的光陰 就決定提升他的地位 對 就決定陪伴我那麼久 那就就是他了這樣子 OK 對 那 當初也是覺得說 他的眼神還蠻特別的 就是 很多人都說跟我眼神蠻像 就看起來好像睡不飽 然後有一點不屑的感覺 對 所以我就把這隻貓 當我的主要品牌 然後 目前延伸出來 他的一個品牌精神器 就是Who cares 就是我不在意牠眼光 然後永遠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所以成為靈魂人物就對了 對 所以不屑貓是很有計畫的 在一開始 你的插畫生涯的時候 就決定好要有一個主角出現 對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Juby的創作 Juby我們在圖上看到的是 洗帖跟插畫結合 這個是你自己 有的一個風格跟想法嗎 其實那個時候很巧 是因為剛好我好朋友要結婚了 對 然後我就問說 那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啊 但是 因為我就想說 有什麼是我很會的 然後所以真的可以幫他 然後我就想到 我會畫畫我會設計 對 那我就可以來幫他做洗帖 所以我就想說 那把他們兩個 新郎跟新娘 就是畫在那個洗帖封面 然後用插畫的風格去呈現這樣子 然後他們看了 就也蠻喜歡的 然後公公婆婆也非常的喜歡這樣子 對 因為這樣比收到那種 知識的洗帖感覺要有誠意很多 對 就是那個公公還為了這份洗帖 還多加了一百桌這樣子 哇真的還這樣子 就說我們洗帖再多印兩百份這樣子 真不錯 對 好另外還有你最近在創作的字母系列 我們看一下圖上 這個字母系列好可愛喔 這是從什麼地方發想啊 是因為學英文的關係嗎 就是應該是說 那個時候我一直想要 可以把我的插畫 然後轉換成商品 對 所以我就在想說 如果像是做成T恤啊 還是什麼的話 有一些設計 可能大家普遍男生女生都可以接受 那就是例如說英文字母 或者是數字這類可能就是 大家比較可以接受的東西 就不會那麼局限 對 然後我就開始畫了字母系列 然後我就想要把它帶入一些 我的手繪的風格 然後有一些花草 對 所以後來就變成那個 字母系列現在的樣子 然後每一個字母旁邊 我就會放一個就是那個 字母開頭的動物 對 然後也因為這個字母系列 我認識了超多奇奇怪怪的動物 還有很多我覺得 如果我沒有畫字母系列 我這輩子應該不可能會畫的動物 這樣子 對 很特別 所以從生活中發想 然後把自己的創意加進去 對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潘潘的創作 這個看起來就結合了文字在上面 這邊寫的是 圖上看到的是 今晚的晚餐是炒泡麵等等等等 然後就把你生活中的一些 看到的東西很可愛把它加上去 所以這也是像你寫日記的方式嗎 對一開始想說就是 呃 寫日記 但是就單純覺得說就是 單純的文字有點太無聊了 所以就想說把自己 就是擅長的東西就是畫畫嘛 就是把一些我 而且我又喜歡吃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吃的東西 就是把它畫上去這樣 嗯哼就是結合了你的生活 然後跟寫日記的方式 加上插圖 尤其我們今天來的三位女生 有一個共同點是 其實三位都有非常好的 學歷跟背景 但是都決定放棄穩定的生活 我們就先從不屑貓開始談 不屑貓之前是擔任公職嘛 他是 醫療管理碩士 對 在台北市衛生局工作了三年 好我們這邊還有他的識別證 應該可以放一下 我們看一下 好要有證明喔 這是真實你有在那邊工作過 OK 本名都出現了 好 不是有沒有好 趕快回到 那要不要談一談 既然都念到碩士了 又有機會進入公職體系 為什麼要放棄 其實在剛進入這個職場之前 我其實根本就沒有想過說 之後會走創作這條路 那因為我做每個階段 不管是念書或者工作 我都會給自己一個目標 因為我不太清楚說 我到底適不適合走公職體系 或是未來適不適合走醫療體系 對 我就知道當初我可以把書念很好 但是我覺得工作可能又是不一樣的環境 所以當初在進這個職場之前 我就自己給自己三年的實現 就是一個現 這個時間這樣子 後來是工作三年之後 那每工作 工作期間其實都一直在思考自己 適不適合這個環境 然後努力去了解這個職場 後來發現 發現自己好像工作可以做很好 但是好像少了一點熱情在裡面 是 對後來才重新在思考 後來半點時間思考說 那如果我這個原本的專業放棄了 那我還能做什麼 對 然後後來有一天就想到 如果是畫畫這件事呢 就當初只有這個微微的想法之後 就開始興奮了 就非常就是 然後那種內心的 熱血都來了 就是小宇宙就開始燃燒起來的感覺 對 可是公職耶 一般人想說 考上公職 要就是說 或者是有機會 在公部門工作 其實它是一個很穩定的生活 跟你要經營你的插畫事業來說 那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對 然後但是後來真的發現自己 真的不太適合這個領域 對 所以後來才 花了半年的時間才決定 就是走不同的 對 好 了解 那我們聽到不屑貓可以這樣子 毅然決然投入 覺得 我本來以為是特例 但是後來聽了另外兩個人 發現你們兩個也是一樣 Juby是台大畢業 對 OK 好 我們一樣有帶來台大畢業的圖 證明你是台大畢業 台大畢業 那在台大念書的過程之中 你進入這個第一學 大家一定會想說 尤其你的爸媽或親友都覺得說 哇 我讓這個女生投資這麼多 讓她念到台大 那出來之後她一定是可以做一個高薪的工作 對 可是你一樣就是畢業 投入了這個插畫行業 為什麼 其實也是因為讀台大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是因為我在台大的時候 台大的課非常的多 然後有很多通識課程啊什麼的 然後歷史系的老師 開了一門叫做經典繪本閱讀的課程 對 然後在那一門課程裡面 他們就找了一些繪本作家 像是吉米老師啊 陳志遠老師他們 來當課作講師 然後就介紹繪本啊 然後也介紹很多國內外的作品 那那個時候聽了之後 我就覺得 原來就是世界上有這種工作 就是你可以畫圖跟文字創作 一起結合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這真的是我很想要去做的 所以我就很喜歡繪本 那畢業之後我就找了一間繪本出版社 去就是當裡面的行銷 但是畢竟一些行銷的工作跟創作還是差距蠻大的 對 那我原本是想說我下班之後就再加創作 但是後來發現實在是不太可能 因為就是出版社工作其實有時候加班啊 然後假日簽書或什麼 所以其實蠻忙 後來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自己 自己投入 對自己出來創作 自己出來畫畫這樣子 對 這個也是很不容易 也是下定了很大的決心 對然後也是有就是朋友幫助什麼的 所以就 進來的時候就會比較順利一點這樣 好另外我們的盼盼 則是考上了正式的警察 已經在受訓了 到受訓一半的時候覺得說 我不能放棄我的插畫生活 為什麼 就是畢竟考上之前的想像跟進去受訓之後的那個想像 並不太一樣 就是也是想了很久 就是也是好幾個月 想清楚之後才決定就是真的要放棄受訓 我們看一下你受訓的圖片喔 好 跟現在的樣子差很多 當時受訓是一個很嚴格的生活 是 所以你覺得那樣子的生活不是你追求的 嗯 就我的價值觀跟裡面的感覺有差別啦 所以就覺得還是出來做這個好了 真的非常佩服喔 我們剛才看到不屑貓之前辦展覽的影片 那裡面的夥伴呢是來自台灣插畫師協會 那因為你不是繪畫專業出身的嘛 所以這個協會在你的插畫路上也幫助很大 對幫助非常大 因為當初就是 那時候轉換這個跑道的時候是從零開始 那其實身邊是完全沒有在走這個行業的朋友 或者說家人這樣子 所以就是透過這樣子比較專業這個平台 然後去認識那邊很多就是本科系出身一些專業插畫師 然後去跟他們去學習這樣子 對 好可愛喔 這個台灣插畫師協會要不要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知道有很多的插畫家 但是其實我相信比較少人知道說 還有一個專業的協會成立很久了嗎 大概兩三年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這個協會其實就是提供一個平台 然後可能就常常會辦講座啊 然後辦一些分享會 然後讓就是平常就是我們畫圖人 可能都在家裡自己孤軍奮戰 然後有一個平台就讓大家可以互相認識啊 真的 然後就是聊聊就是創作上的一些問題 大家一起討論這樣子 不然在創作的時候有時候真的是 你一定是一個人創作嘛 對 所以有時候那種感覺會是蠻孤單的 那這也是幫助你的這個插畫的這個事業 慢慢的上升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 對沒錯 那另外兩位有參加嗎 還沒 還沒 OK 我知道Juby其實對你來說 有一個貴人 對 在你的插畫物上幫助很大 對 那要不要談一下是什麼樣的機緣 讓你的插畫可以被更多人看見 其實那個時候是在那個繪本出版社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想要介紹一些繪本 給親子播樂客 所以我們就找到了喬爸 對 所以我私下跟喬爸聯絡之後 就是聊得來 然後就變成好朋友 先讓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會以為是喬爸 不是喬爸 喬爸就是 可愛童心 喬喬的爸爸 叫喬爸 OK 對 然後 他就有介紹我一些 就是可以合作的朋友啊 然後我們就開始有一些公益的合作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案子 然後 我就會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去曝光自己的作品 然後認識不同的廠商跟客戶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Juby帶來的照片 所以喬喬跟喬爸他們有穿上你設計的衣服 對不對 OK 有合作的機會 那是有跟兒福聯盟一起做公益活動的這樣子 所以 圖上喬喬跟喬爸是穿著你設計的T-shirt 對 那個圖啊 是一個小精靈 所以其實我想要表達的就是 每個人心中都會有一個小精靈 對 就是在我們小時候相信存在的那個小精靈 他其實是一直存在在我們心中的這樣子 然後就跟兒福聯盟就是搭配做公益 對 對 所以之後你們就有很多合作的機會嘛對不對 對 所以因此你跟他們變得很熟 對 就變成好朋友這樣 因為喬喬也很可愛 這我設計的 但是是以喬喬的那個形象去設計的一款烏克莉莉 了解 那這款烏克莉莉很特別喔 你們還把它帶到了台東 對 我們把它送給那個台東偏鄉的國小 然後讓他們裡面的學生有機會可以接觸到現在很流行的樂器這樣子 對 OK 所以這樣的合作過程其實讓你有機會 其實也是實現你自己的夢想 對 就是跟他們合作 既做公益 然後也可以把自己的插畫作品推出去 對 這是非常好的機會 對 而且可以就是讓很多議題被大家看到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盼盼的投入方式 就跟前兩位有點不太一樣喔 我們看到這個場景是張藥房 OK 你是看到說當初有這樣的人權議題出現的時候 其實現場需要一些幫忙發聲的人 是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台灣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社會是比較民主的嘛 所以的確在很多的社運場 你可以看到很多插畫家 他也貢獻自己的心力 然後去畫這些標語 投入 OK 所以這是你很特別的一個取勁的方式 跟前兩位都不太一樣喔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就可以來談一談 你們三個人不同的創作風格 OK 插畫家都要找到自己的特色嘛 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果你只看到一個人很有名 你就模仿他 那你可能就很難走出自己的路 不屑貓你的風格是怎麼樣 應該會帶 因為我本身小時候都喜歡看日本動漫 對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動漫的一些感覺這樣子 就是沒有這麼優美的插畫 對 然後比較卡通一點這樣子 對 那你自己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創作 是用電腦嗎 還是說用手繪啊等等 對 因為我的創作習慣通常都是可能就是用 先用鉛筆繪圖 然後打草稿這樣 對 因為我覺得在紙上打草稿就是 比較不會思想受限 對 然後最後在掃描電腦上面 然後用電腦繪圖再去做上色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看Juby的作品 Juby你的感覺就是完全不是日系 對 是走另外一個風衣 剛出你一出道你就設計這樣子的風格嗎 其實 其實我在找風格的這段路其實蠻多的碰壁的 蠻多撞牆棋 所以其實也是找很久 然後各種風格我都有嘗試過 對 然後我最後就是 比較喜歡這種比較歐美風格 對 然後花草系啊 鄉村風的這種感覺 然後是手繪的 對 然後我就發現 這個是我真的就很喜歡的 所以就有辦法一直畫下去 不會膩的風格 對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選了一個風格 你自己畫了都覺得 畫久了你都覺得很煩 對 那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持續的做這件事情 對 潘潘你的風格呢 我的風格就 比較手繪式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習慣是比較 就是偏手繪的 然後 所以 就是像那個圖一樣 蠻可愛的知名的那個 日本連續劇 對 就是這個是仿那個啦 就是深夜食堂那一個 那一個漫畫 對 OK 所以你喜歡這樣 那你是用什麼水彩嗎 還是用色鉛筆 我是用代真筆跟水彩 OK 代真筆聽起來比較專業 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 就黑筆 我們大家有機會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就是黑筆 對 不過當然啦 就是像我們剛才講到 除了你塑造自己的風格之外 你最重要的是要被大家看到 那剛才其實有講了一些 比如說透過參與不同的協會 或跟不同的人合作 那除此之外 你們還有什麼樣的方法 讓自己的作品被看到 羅倫其實你之前有 跟很多單位合作的經驗嗎 要不要談一下這些機會怎麼來的 其實這些機會都是 一個案子 當你認真去做之後 然後人家覺得 你蠻不錯的 然後就會有一種 轉介紹推薦的方式 所以其實我還蠻多案子 都是轉介紹來的 那當然曝光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現在網路非常發達 是 所以像有專門的一些設計師平台 或者說像是臉書的粉絲團 那其實都是我們作品 很好曝光的一個管道 的確因為現在科技的時代 對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其實你有跟 知名的報章雜誌合作過 然後也有跟電視節目 然後或者是也有把一些東西 變成商品化 對 這個是比較公益的合作 這樣子 你現場也帶了一些 你有合作的廠商對不對 對 然後像這個就是保溫杯的部分 對 然後這是環保玉米杯 都是杯子這樣子 OK 然後這是做圖像授權 然後就是讓廠商跟他們合作 然後他們去印製商品 去做販售這樣子 不過當然還有一個方式是辦展覽 你也蠻常參與一些展覽 或者是像剛才講到簽書會等等 作品發表 OK 好那所以你喜歡跟你自己的粉絲互動嗎 因為我看你參加蠻多的這樣子類似的互動會 對其實還蠻喜歡的 就像臉書上面的話 粉絲團我也蠻喜歡跟他們互動 就只要他們有留言 我就一定會跟他們互動 然後現場 現場的一些見面會之類的 我幾乎還蠻研究在裡面 因為大家就是平常都是網路上 看到我的作品 他們 因為我在粉絲團上 很少會去曝光我自己本人的照片 所以當他們真的看到本人之後 他們通常都會非常的驚豔 哇 原來是女的 很多人以為不屑貓是男生嗎 真的我還蠻常被誤會的 真的喔 是因為你創作的角色的關係嗎 對角色可能就是品牌的名稱 然後加上畫風就是 有時候其實帶一點一些幽默跟搞笑在裡面 所以他們會覺得好像應該是男生化的 加上我又在裡面又自稱我是貓老大 所以他們就覺得我是個男生 這也蠻有趣的喔 就是說你自己畫風 會不會讓人家感覺說 你其實是男生還是女生 就是這個裡面的性別角色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可是因為你的角色它是一個比較霸氣的 因為反而不屑嘛對不對 他們覺得應該是男生化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察 所以你的方式就是這樣透過很多的展覽互動 或者是把自己的東西 看有沒有機會透過大眾媒體曝光 OK 那另外我覺得另外兩位應該也是一樣 Juby妳也有跟自己的母校合作 希望可以辦展覽對不對 所以妳要不要談一下妳怎麼樣推廣自己的作品 我基本上就是也是網路 然後臉書就很重要 然後另外因為我會幫一些客戶 例如說幫忙繪製喜帖啊 那他們就會上網去做分享 那分享就會一傳十十傳百 然後就會有越來越多人來詢問這樣子 那我還會開課程 對我就會找一些像是咖啡館啊 或者是到那個台大裡面去開一些插畫課程 對那開插畫課程就是也會滿有一些帶動的效果 然後也可以吸引到就是喜歡插畫的人這樣子 對然後我自己也可以就是從中學到很多 然後認識很多不一樣的學生 那這些學生也可能會變成之後的客戶這樣子 這個很重要 那另外開課之外呢其實妳也辦展覽 也盡量跟一些不同的平台合作 那這個也是妳自己找的機會嗎 這個其實有一些是 就是他們會募集找一些插畫家 然後他們會再篩選 對那剛剛像那個就是成品的那個25週年的部分 那我就是有被他們選中這樣子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像商品合作是 廠商自己他覺得我的風格好像滿適合做成紙膠帶的 或是滿適合做成某一些商品 然後廠商就來聯繫我這樣子 啊我現在因為還是剛發展初期嘛 所以我對於就是很多機會都就是很願意去嘗試這樣子 跟T恤做結合也是滿常見的一個方式 對對對很常見 還有包包 嗯OK 對就是把圖放上去這樣子 對這個都滿特別 我知道不屑貓其實還有推出自己的貼圖 對 OK我們可以看一下圖上喔 這個貼圖要出貼圖 會不會很難啊 我們都覺得好像要很有迷才可以出貼圖欸是不是 其實初期都是廠商來找合作 因為他們是因為喜歡貓這個 他們喜歡不屑貓這個角色所以來找 然後那時候剛開始嘗試之後 後來發現自己愛上畫貼圖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就是不屑貓 平常在創作可能都是圖文創作 可能就是一句畫一張圖 對 但是在貼圖上面就會有很多的不同的表情啊動作 就好像貓已經是已經變活生生的 真的有這個人的存在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就是還滿喜歡畫貼圖的 其實當你的作品變成貼圖之後 就真的融入了大家的生活 對 因為就想像大家下載之後 你真的在手機上面就是 可能用那個來就是表達你自己的心情嘛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關鍵的一步 你直接進入別人的生活 那Juby剛才前面提到 你的洗衣鐵創作其實也是一樣 直接透過創作走進別人的生活 跟新人合作 那每一對新人呢你給他 你也要搭配他們不同的個性跟要求嘛 那在洗衣鐵創作的過程之中 會不會很緊張啊 人家一生一次要用的東西 其實緊張是還好 但是就是會聽到很多不同的故事 對 例如說他們會有很多的天馬行空的想法 然後你要怎麼把他們就是想法呈現在 就是那一張圖上面這樣子 是很重要的 對 OK 所以事前都要開會很多次 對 其實要跟他們就是 比較長時間的討論這樣子 然後去認識他們 然後了解他們的故事 然後知道他們喜歡什麼啊 特別的東西是什麼這樣子 對 其實我覺得對於插花家來說 要怎麼樣 觀察生活 把別人很重視的一些 日常的不管是節慶 或者是一些生活中 即便是瑣事 可是他只要能夠讓人家發笑 或讓人家感動 你都可以把它放進來嘛 那搭配節慶是一個方式 所以在情人節啊或者是過年 你們都會推出不同的系列嗎 這很重要嗎 對 我還滿 覺得還滿重要 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是壁畫的這個 因為大家送卡片的高峰 對 就是在聖誕節 OK 這個是誰畫的 我 這個是你畫的 OK 就是送給朋友的嗎 對 就是送給朋友的 OK 好 所以常常 不只是說你為了創作 你真的在生活中 你也常常 你也常常因為朋友的關係 因為他們的生日啊 因為節慶 送給他們這些插畫的作品 對 我覺得這真的很不錯 接下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既然是插畫人生 你的人生就已經變插畫了 對 我們看到 這裡是Lauren去哪裡玩的照片 去紐西蘭南島的時候 OK 所以插畫家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喔 就是多彩多姿的人生 多彩多姿的人生之外呢 你還要把它都變成插畫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這張圖 接下來這張圖呢 就是你去紐西蘭那個 skydiving之後 對 你發想的嘛對不對 對 就是說不要做 就是現在趁年輕的時候不要做紐 那60歲會做的事情 對 要趁年輕是本錢嘛 那你本錢能夠做什麼 就盡量趕快去做這樣 所以插畫家不是只有待在室內喔 還是要常常去體驗人生 因為你唯有你去 體驗了更多事之後 你才會有靈感 放在你的創作當中嘛 然後這個是 跟朋友去花蓮泛舟 然後泛舟完之後 就覺得就是要有 乘風破浪的勇氣 真的是插畫人生耶 非常的特別 對 然後這是因為今年3月 就即將先往阿拉斯加看極光 對 然後所以我就是 趁要去看極光之前 我就先把這個極光畫下來 然後那個做聖誕卡這樣子 對 真的就是把生活跟插畫做結合 對 那這樣是不是會很累啊 無時無刻我到哪裡我都要繃緊身 其實那已經是很正常創作的一部分 其實它有時候就是你生活還是就盡量 非常精采的去過 但是那種靈感的東西就是平常培養 就有時候你也沒有特別去想 然後但是它就會崩一直跑出來 然後就把它畫下來這樣子 對 好 接下來看到這個是潘潘的圖對不對 也是從生活中發想 OK 這在畫哪裡 這其實是朋友拜託我畫的 沒有沒有 沒有拜託我畫的 OK 所以是在畫教會 對他們教會需要一個就是 大型的海報掛在牆面上面 然後他就就是 因為他有點想不出來點子是什麼 所以就拜託我就是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畫的 對 我想說就是教會好像跟羊群有關係 我就畫了三隻羊在那邊 然後有草跟河這樣子 好 下一張圖也是朋友拜託你畫 就是你朋友去泡溫泉 你在旁邊嗎 沒有啦 不是不是 真的是怎樣 不是那個是因為看到就是 Facebook上面就是 有一個叫獎金獵人的那個活動 週三它會有 固定時間在晚上六點 它會固定PO那個題目出來 那它仿效法國安古蘭的那個 漫畫比賽 就是它是在限時 限時六小時之內 所以是從晚上六點到凌晨 零點的時候 就是你在那個之間創作 然後把你的畫作上傳 對 然後那個是 那個當時的題目我記得是 在寒冷的冬天 你就是最想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畫說 寒冷的冬天我最想要泡在溫泉裡面 就是喝一杯清酒之類的 是是是真的 所以那當插畫家真的可以維繫生活嗎 我覺得這是大家想要問的 我就直接單刀直入 還是說它需要一段時間的累積 應該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累積啦 因為像我剛開始講出道嘛 就是前半年的時候 其實就很多事情都是在摸索 然後那時候你就 那時候都是在練功夫的時候 對 那你真正像我這樣三年經營下來 也是大概比較後半期的時候 然後開始慢慢比較穩定這樣 那我覺得其實很 這是蠻多插畫家都會care的問題 就是到底一次畫 就是畫筒可不可以當飯吃這件事 但我覺得像我個人的話 我都是會幫自己設定一個目標 就是說每個階段我要做什麼事 然後甚至我會把收入這件事情 一個設定目標 對 然後所以我就會朝那個目標去走這樣 這規劃得很清楚 對…我覺得還滿重要 這可能跟你本來的背景有關係 你是學管理學企劃的 對… OK 那另外兩位有想得這麼清楚嗎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啊 我剛出來畫的時候會接到一些很商業的案子 但是他畫的東西就完全就是他要求什麼 那你就畫什麼 那或許那些前沿很低什麼 但是因為一剛開始真的是無法選擇 所以任何的機會你都得把握 然後任何不管你開心畫不開心畫的你都得畫 那那個時候我就會安慰自己說 起碼這件事情的本質還是畫畫 就是還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就都當在練功 例如說什麼畫一些相機的結構啊 就是這種 那也是到了後面才慢慢的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可以用自己的作品 然後去做成商品 然後才慢慢的會往自己想要的品牌的那個路去走這樣子 對 所以還是要一段時間去累積 然後去多接觸各種可能插畫工作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要很有毅力喔 就是說三位都有這個勇氣之外呢 你放棄了你原本非常穩定的工作 你投入這一塊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意志力的考驗 就是說看誰撐得久對不對 看夢想能不能讓我支撐 那我覺得不屑貓已經走過三年了 所以我覺得有成功的案例 而且現在也看到線上很多成功的插畫家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其實這個目標是 它是有希望的 它不會說像以前大家不了解說 畫畫到底可不可以當飯吃 除非你變成什麼知名什麼水墨畫家 不用這樣子 它是有可能的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好 請Jubi老師來知道我們今天要畫什麼呢 好 我們今天要畫一隻獅子 對 然後是很可愛的方頭獅 因為其實畫圖啊 它都是從幾何開始的 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畫一個東西 你就先掌握它的形狀 一般人來上課的話 Jubi你教課重點是什麼 其實就是讓他們可以很快速 然後很簡單的 然後就學會就是 可以畫出一些像是生動的小動物啊 或者是他們心裡想要畫的東西 然後主要就是讓 可能沒有學過畫圖 或者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學生 他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掌握物體的形狀 然後就可以表達出來 他們想要表達的一個圖案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現在的獅子也差不多就是完成了 哇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方頭獅 非常的可愛 所以很簡單的方式 大家在家裡也可以創作一個 OK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請三位介紹一下 我們的插畫家在繪畫的時候 會用哪一些素材 OK 我們來看一下 Jubi你剛才只有用色鉛筆 對 但是平常你的創作應該是更複雜一點 對 我平常的創作 我會用水彩 然後加色鉛筆 或甚至是一些墨筆 對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 我也會那個就是做一些剪紙的拼貼 所以像這些都是那個剪紙 然後拼貼上去的 所以它就會有一種立體感 對 然後這是一個圖 然後我之後就會把它放到電腦裡面 然後放到電腦裡面去做一些後置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些商品 像這個就是明信片 哇 整個感覺就很不一樣 對 聖誕節的明信片 所以後面這些背景是再加上去 對對對 就是用電腦的方式 對 用電腦這樣子 OK 所以我也算是複合媒材的創作這樣 好 不屑貓妳的創作就是走可愛路線的 所以妳比較嘗試用什麼樣的方式 其實都是大部分都用電腦繪圖 然後我個人創作的習慣可能就是先 用鉛筆打草稿 對 然後就是鉛筆打草稿之後 我再把它掃描到電腦上面 然後就用Photoshop然後再去做後置這樣子 所以妳帶來 這是繪圖版是不是 對 平常都用繪圖版然後這樣 哇 可以看到繪圖版上已經出現了一些 歷史的痕跡 斑波的痕跡 OK 對對對 好 很可愛 我們的那個不屑貓也幫我們 節目特別畫了一張圖喔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在錄其中一個單元的時候 所以幫我們加上一些很可愛的角色對不對 妳看到這張圖的時候怎麼樣發想的創意啊 其實當初想的時候就是 第一個要先想說怎麼好玩 然後怎麼樣貓咪可以跟裡面的人互動 對 因為大家都是目前在錄影的狀態嘛 對 所以我可能就是 以那個貓咪然後去拉拉那個 那個大叔的衣角說 欸可以放飯了嗎之類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發想 好 我們再看一下那個不屑貓這個創作 真的很可愛 其實裡面有一些細節 OK 就是想說以不屑貓為主角嘛 然後他第一次來攝影棚 所以他穿得非常的正式 然後那個攝影大哥們都背對著這個畫面 很認真做節目 對 然後就拉拉他衣角說 欸什麼時候可以放飯啊肚子餓這樣 然後右下角有那個 不屑貓寵物是不離不離 然後因為就因應這次要來錄影嘛 所以畫了一個那個就是 camera 的板這樣子 然後上面就寫說 欸這一次的錄影節目啊日期等等 然後大哥還就是 對 然後大哥有點生氣 因為他認真錄影 幹嘛吵我 還有人吵我 其實大哥也很想吃飯 對 好 很可愛很可愛 所以這是你的創作的方式 先打草稿再用電腦繪圖 對 OK 那潘潘你會用到哪些素材 大部分是用水彩 然後還有色鉛筆 然後就是剛剛講的帶針筆 OK 就是黑筆嘛 還有一些是 也是符合美材的話就是指教帶 對 因為你是手繪的風格比較多嘛 對 但你也會用到電腦嗎 電腦是偶爾會用一下 就是沒有像他們這麼常用啦 就是大部分都是在手繪的時候就先完成了 對 我們潘潘也幫我們做了一個 跟節目結合的一個圖 也很可愛 也是畫了兩隻 這是我們之前有一集在談婚紗的時候 OK 所以這個都是用手繪的 呃 都是用電腦 就是小畫家而已 這個是用電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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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其實不同的美材都會影響說 你創作的這個出來的風格 你們會想要去拓展不同的素材嗎 儘管是不同的素材或者是不同的美材 都還能畫出自己一致的風格這樣子 風格不會變 對 但是素材可以變 對 像我會用例如說水彩啊 或者是不透明水彩啊 然後色鉗筆啊 分彩筆 我都會去嘗試這樣子 但其實做出來的效果都還滿不錯的 然後也滿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創作機還 就是可以玩的東西還滿多的啦 因為像我之前甚至嘗試用紙雕的方式 來雕出我的毛的部分這樣 或是把它做成立體 對 那這個是要後來再去學的嗎 你們也常常要進修新的技法嗎 還是說自己摸 回去聽聽不同的課程 然後去看自己的創作可以怎麼樣去融入 不同的美材這樣子 你也會教別人畫畫嗎 教畫畫比較少 我目前大部分就是講座都是在分享我的創作經驗 然後怎麼樣去走品牌這部分這樣子 OK 那就是不同的教學了 你是教品牌的經營嘛 對不對 對 還有就是以非本科系的背景 那怎麼樣去走自己 屬於自己的一個插畫的路程這樣子 那我們這裡面 潘潘算是比較剛出道 你要不要談一下 你現在你覺得你遇到的挑戰 我們有兩位前輩在這邊 他們就可以提供你一些解答 嗯 我剛剛就有聽到 就是像比如說加入那個台灣的插畫協會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認識其他專業插畫家的一個管道 就是讓我之後也滿想參加看看的 所以你現在會覺得說好像都是自己在創作 對 就是自己在創作的度上都會覺得有點孤單啊 然後就是有煩惱的時候也不知道該向誰去詢問這樣子 對 因為應該是說很多人走過的路 會是有類似的軌跡嗎 這個不屑貓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因為裡面你對資深喔 你自己怎麼規劃你的插畫人生 你有說其實你是想得很清楚的這種人 你會不斷的設定目標嗎 那對於一些新進的插畫家 或者是還沒有投入想要投入的人 你會怎麼樣跟他講要怎麼樣規劃 規劃其實我覺得重點就是 剛開始操練自己的部分很重要 就是不管你已經有沒有找到自己的畫風 基本功 對 基本功很重要 因為像我當初進這一行之前 然後就是每一天我都會強迫自己要畫一張圖 叫做每日一圖這個工作 只有我一直持續到現在都還在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其實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對啊 對插畫家來講 每日一圖有什麼 其實有很多認識插畫家 他們就大概到二十 大概十五二十天的時候 就已經比較沒有動力 或者甚至有時候可能有一些事情之後 他們就會忘記這件事 對 即便你很喜歡插畫 要每天畫一張圖還是有挑戰的 對 而且尤其是我給自己挑戰就是說 每一天的圖就是 一個圖然後配一個文字 一段文字這樣子 你就要從一段文字去發想那個圖的內容 所以一個專業插畫家 持續每天穩定的有一種產出 是很重要的 對 就是練基本功很重要 然後除了練自己功力之外 因為有時候自己畫會畫到一個瓶頸 對 所以你要想辦法找一些機會出去做學習 例如現在其實很多講座啊 然後有一些課程啊 其實都可以去聽聽那些專業老師的一些 就是他們的一些分享這樣子 然後甚至有一些講座是插畫師本身出來分享 就他們比較資深嘛 所以我們會去聽他們的一些走過的路這樣子 對 我知道你也會強調說 其實除了繪畫基本能力之外 這是必備的嘛 對 那另外畫畫的人不要只懂創作 其實你還要懂得去管理 然後你要懂得去企畫 因為現在 尤其是現在這個社會 你科技它其實已經可以讓你展現你的作品了 那很多人都可以把它的繪畫作品呈現出來 可是你要怎麼樣有效率的去推廣 這也是蠻重要的 對 因為像 如果是要走自己進自己品牌的部分的話 其實真的就不能只懂畫畫這件事 除非說你已經找了一個經濟公司 還去幫你做規劃 因為像我現在說一個人的話 其實就是必須要懂得除了繪畫畫之外 你要懂得怎麼樣去積極曝光啊 然後怎麼樣去管理自己的時間啊 對 然後甚至你要怎麼跟客戶去談啊 怎麼去談 就是那個合約的部分怎麼去擬啊 其實你要懂很多妹妹嘎嘎的東西這樣子 Jubi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現在話插話有一段時間了嘛 那你當初是不像不屑貓規劃得這麼縝密喔 對 可以說是 我是一個衝動 然後就 行的人物 對 我真的很衝動 所以我真的奉勸大家不要這麼衝動 不要這麼衝動是要怎樣 就是我真的覺得它那樣子比較 比較好 但是你可能要先大概掌握一個方向 自己想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自己想要往哪一個方向走 因為其實插話也有很多種類型 是 對對對 就是畫各種不同的東西的插話夾都有 所以你可能先想清楚 然後去那個產業多了解 然後用任何的方式盡可能的去學習 然後你確定之後 然後再慢慢一步一步的往那個方向前進 那因為我是直接就毅然決然的就辭職 然後一點作品什麼都沒有 就說嗯 好我要畫插話 所以這其實就是比較 風險比較高 對啊 那所以我覺得 累積作品集 然後曝光就很重要 那累積作品集就像 剛剛不屑毛講的 你可能就是要非常有一個固定的 創作 然後定時的要有一些產出 那因為 連你也會怠惰嗎 我會啊 對啊 因為你知道畫久了 你會想要休息 然後你休息一天就會想要休息兩天 你休息兩天就會想要休息一個星星 尤其又是自由工作者 對啊 而且你就會覺得 今天沒有什麼心情化 對 然後 會這麼情緒化喔 就是加減也會啦 對啊 但你有時候就想說那 休息兩天再補個兩天回來這樣 所以你看除了你剛才說要有勇氣投入之外 要有毅力 其實自律也很重要 自律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不像在公司裡面有主管盯你或什麼 你就是一個自由創作者嘛 那今天你沒有產出就是沒有 就是很按照自己的心情 而且我們通勤的路就是從床步到電腦前 從床步到電腦前 你知道這路途很短 隨時都可能就是跑回去睡回龍覺這樣子 那靈感來源呢 靈感其實我是覺得也是可以培養的啦 對 因為像我之前就是因為 我是自己覺得有差就是之前練了每日一圖 結果靈感來就算蠻快的 就像很多合作廠商他都會很驚訝 所以我怎麼不快就交草稿 而且他們就是剛好符合他們的需求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都是累積來的這樣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這樣超話人生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走的一條路喔 但是這三個女生還是這麼堅持 三個勇敢有毅力又自律的女生 在超話這條路上會不會有時候有一點信心動搖 其實會有耶 因為畢竟可能我本身的專業 跟這個就是差很多所以家人的期待啊 或者是一些親朋好友的建議長輩們 他們都會比較擔憂 你這條路到底走得好不OK 那在這個時候你就會有一點 可能就會想說那到底要怎麼辦比較好 但是因為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還是喜歡的東西它不會改變 所以你還是想要在這輩子去做一個自己真正熱愛的工作 對 所以就是持續去做這樣子 長輩聽到就說 死音啊 講到講不會聽 但這點我相信不屑貓一定是感觸更深 你走更長的路嘛 那這樣的聲音一定更多 你怎麼辦 更多啊 就是當初光是辭職的時候 就跟長官一層一層的在溝通這樣子 長官就一直胃流 對對對 唉唷 畫什麼插畫 對 就是說這樣出去會沒飯吃有點危險喔 對 然後那時候就甚至胃流了再多半個月 待在那邊這樣子 所以你有後悔過嗎 說真的到現在三年其實我到從來就沒有後悔過 就是我當初下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對 那當然中途會有一些信心的一些 偶爾會有點挑戰這樣子 可能就包括說畫圖上的瓶頸什麼的 但我覺得這都是很 這都是可以克服的這樣子 對 因為我相信每一個挑戰 其實都是在挑戰你對於這個夢想跟這個理想 你到底有多想要它 對 我就不斷在告訴自己這件事情 你這輩子到底要完成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樣會成為你這輩子的使命 其實它是一個很 一直不斷出現的命題 那盼盼應該還在這個階段當中 還在這個掙扎裡面 所以你現在聽到他們的分享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更堅定 嗯會 就是像剛剛他有提到就是 如果說是要跟家人就是要多公共這部分 我可能就要跟他學習 對 就是要跟家人就是持續 持續的做溫和的溝通這樣 對啊 不屑嗎 你怎麼跟家人溝通 其實初期的時候他們就是 因為我已經 應該說我初期就跟他們講好說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決定 然後這決定我是花了多長的時間去思考 對 然後後來當然是前半年說陸續 他們還是會常常會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但是我就會不斷的去跟他們分享說 我每個月我在 我正在做什麼 對 我正在做什麼事 有什麼樣的合作讓他們安心 好啦 我覺得有時候家人不是不理解 而是你沒有給他訊息 他不知道你在幹嘛 他說他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對 親友問他說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我們持續跟他們回報 他們也許就會比較安心一點 OK 接下來的新計畫呢 我在今年會計畫辦一個個人的插畫展 這樣子想要在台大裡面 那這也是就是要給我爸媽看說 嗯 我現在這個做的還可以這樣子 對 我有辦一個展覽 對對對 有人來看我的展 有人喜歡我的東西這樣子 太棒了 一定會去支持 謝謝 謝謝 不謝嗎 新計畫 我新計畫大概就是今年會就是 主要是針對商品的部分 然後去做那個加強這樣 商品設計 然後另外也會出國進修一陣子這樣 哇 進修跟插畫有關係的嗎 對 就跟設計相關的 然後希望可以就是讓我的品牌 跟我的商品可以更加的就是 就是更加的有呈現這樣 真的很有計畫耶 都出國進修了有沒有 可以看到喔 不羨貓真的是很理性的在規劃自己的插畫之路 OK 盼盼你的新計畫呢 就是漫畫 新的漫畫 就是一畫一畫的就是去做構想這樣子 累積更多的作品 對 就是 所以新的作品是跟什麼樣主題有關係 跟我自己的求職以及生活經驗有關係 我就是加入我自己的求職經驗 以及就是朋友的求職經驗 或是工作上面遇到的事情就把它畫進去 以喵星人為主角 把整個求職的心態帶出來 也很期待你的創作 我們今天節目上真的非常謝謝這三個 插畫女生到現場來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我覺得不管是在哪一個領域啦 其實都要有抱持同樣的決心 當然在插畫這個領域 我覺得這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 不是說畫畫會餓死人 現在其實插畫有很大的傷機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挑戰自己突破自己 找到自己的風格 站穩自己的腳步 那今天我們三位主角其實都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發 持續努力 也請大家可以關注他們 今天非常謝謝你們到節目上來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非常不可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